台湾慕兵制是有钱人搞台独,穷人上战场的阶级大屠杀,并论义务意义期延长必要性,以预观处理台湾咸阳剑为基为例。分享,3.月30,2022,马英九日内最大问题不是搞福贸,而是把遗产税降到10%即搞慕兵制,皆严重破坏社会正义,慕兵制已招收加进清寒涉金弱势居多,少数民族替多数人打仗更是常态,以台湾就是高杀义勇对富比。 施政风在台独联盟争兵制与慕兵制的比较一文就说,对于慕兵制的最大挑战是职业军人的组成失衡,也就是说,出生贫寒阶层,或是少数族群的比率较大用。 1982,多年前父亲早年过世的原住民雷佳佳及921受灾户纪大学联招榜首张颖华,当时为了一名军校名额而发声的汉事,更是一个弱弱相争的悲剧。 许多台湾人,不管台独喊得多大声,即使要他们服短期异物异议死也不愿,例如以自己国家自己就为口号的反服貌领导者林飞帆成为庭,他们没有当兵而是当替代役,后来林飞帆还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留学,林飞帆家境不得而知,但绝对不像雷佳佳遭到家庭变故或如张颖华家英镇灾半倒,而且林飞帆父母都有谋生能力可以照顾自己,林飞帆才能爽爽地去英国留学。 两奖时代有来来来,来台大,去去去,去美国造成阶级翻身,至少有兵役制度稍微米平社会阶级不平等,现在残暴的台湾文化说要顾虑年轻人的生涯规划,我看根本是有钱贵族的生涯规划吧,很多穷人根本只能选择从军,那些无耻的台湾人都装算吗? 施政风在上阶文提到,如果对于某个少数族群的成员来说,从军委最佳的就业选项的话,尤其是社会经济居于弱势者,有值得我们担心的地方吗? 其实,对于穷人子弟来说,不管是就业,还是技能的取得,投笔从容可能是寻求社会上升upward mobility唯一管道,尤其是在非战争时期。 显而易见,穆兵制就是台湾有钱人对穷人进行阶级清洗的大屠杀,穆兵制极其不公不义的是,过去在两讲时代中,除了施政风提到的国民党过去的用人政策,除了刻意着生家境清寒者,许多党国高官子弟,有当兵吗? 蒋有博出国前级回来后当过兵吗?到了民进党时代,陈志忠考上军法官,当时成绩排名是第六名,但原本才录取两人,他上榜原因是军方在考试后,放榜前突然公布了增加名额10人,兵役制度替权贵开后门,诸如此类狗屁倒造的事多不生数。 然而,即使贵为总统儿子,陈志忠还是服了兵役,是一个台湾军人,但搞募兵制后,有钱人爽爽把守护台湾职责丢给穷人,台湾文化真是残暴啊,台湾募兵制度更不公平的是,竟然以原住民为祭品。 根据监察院的调查报告,截至2021年10月底指,全国原住民人数为58万215人,占总人口比率约2.48%,全军原住民人数为14888人,占国军约9.17%,为全国平均之三倍余,国军特种部队如宪兵特勤队,夜鹰部队,陆军特指部高空特勤队,梁山部队,及海军陆战队两栖特勤队,黑衣部队,等,原住民军人比率均过半。 此外,国军部队中,原住民军人比率余半有23个单位,其中有9个单位超过6成。图片说明,国军据原住民协统之人数及比率,翻设监察院报告,这是什么比例,残暴的募兵制度把守为台湾的职责丢给原住民,夜鹰部队,梁山部队,黑衣部队比例过半,然后据有原住民身份之将官人数约7人,仅占将官292人之2.4%,比率明显偏低,难怪失明地说,很多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朋友,对台独很强悍,但是他们的孩子都不去, 念军校,又要撕裂租群,然后把保卫台湾的责任丢给别人。我相信,如果去统计目前志愿意入伍前的家庭经济状况,绝对比林非翻门差,如果进一步看这份监察院的报告,在国军将官据原住民协统之人数及比率上,该表以国军将官据原住民协统来统计,并非以原住民身份来计算,就像联合报介绍过一位空军副司令中江孙连胜,他母亲卢凯族父亲祖籍山东,却被自由时报认定为首位空军原住民中江,问题是现在原住 民身份的计定除了血统以外,还必须从原住民族传统姓名,使可以取得原住民身份,假设空军副司令中江孙连胜系总复姓,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怀疑,具备原住民身份的将领更少,而国防部为了数据不要那么难看,所以把具原住民血统的将领纳入统计,但实际上未必具有原住民身份。图片说明,国军将官具原住民血统之人数及比率,翻设监察院报告,图片说明,空军副司令中江孙连胜相关报道,若以我个人经验来说,当年我母亲 早已生病,父亲年迈,政府还不是要我当兵,等到营长发现我的状况后,当我的面问营部军官能不能让我早点退伍,营部人士观看着我露出苦笑,因为那时我胜不到一个月就要退伍,光搞文书我老早就退伍了,退伍后,国防部要交召我,我以母亲多重身心障碍申请免疫才成功,政府对付我们很容易,要射精弱势去当兵就是这么简单,但,林非凡好手好脚凭啥不当兵,另外,现在说异物亦无法专精现代化武器的人,不妨看看曾服役海军的 留良生咸阳军舰的秘辛译文,舅舅自海洋大学轮机系毕业后,和同班同学胡乔华叔叔一道在同一条商船上实习,完毕后竟更有缘同时分发到中华民国海军咸阳舰,履行为其一年的预备军官役,胡为少尉损管员,舅舅则是少尉轮机员,报道之际恰逢咸阳舰在船务内大修,舅舅趁此良机把舰上的各项设备管路彻彻底底地学习研究,时为1969年,正是海军接收更多的阳字号 驱逐舰,扩大阵容的黄金时期,咸阳舰编制内的轮机官徐刊少校已前往美国接舰,所以轮机长逢因中校指派舅舅以御官少尉代理少校轮机官的勤务,与其12位舱敌好汉在四个机舱内,执行例行任务 1970年5月,咸阳舰与辽舰在马祖外海进行反潜训练完成后,指挥官临时改变航道,误入暗礁区,纵燃烧后旗舰以旗号通知要求咸阳舰紧急闪避,但为时已晚,只听到一声轰然巨响,整艘军舰就像跳跃一般,撞击到暗礁之上,该舰所拥有的两根直径近30厘米,且各输出25000马力的螺旋桨钢制轴成请客间完全断掉了一根 此外,声纳及舱底也撞凹导致严重受损,而且前锅炉舱和前透平机舱因底部壮裂而迅速进水,舱底配置的往复泵普来不及将急速涌入的海水抽出,这可是舅舅首次面临损坏管制紧急作业的挑战 在现场与前锅炉舱主管杨忠明上市,和前蒸汽透平机舱主管穆国光上市商议后,舅舅决定违反损坏管制隔离舱间的原则,反而将前锅炉舱与前蒸汽透平机舱交连起来 借打开透平机舱的Build Valve,利用胶帘道付水器的大绷,将涌入舰深的巨量海水紧急抽出,有效控制了进水受损的范围 也免除了一旦海水进入炉火高温区,有产生爆炸的顾虑,水域高温瞬间体积膨胀52倍,效力等同炸弹爆炸 如此权宜安排使得受损后的咸阳舰,依然可以在一个螺旋桨的运转下,慢速驶回澎湖海军基地 如果只服4个月的兵役,能当预官吗?能有时间学习军舰设备管路吗?以前海陆还要当三年兵,他们的牺牲让现在台湾人费征兵制是回头路,真没有人性 现在台湾穆兵制就是族群不平等,阶级压迫的产物,反对穆兵制者说影响年轻人的生涯规划,实则变向压迫经济弱势者 马英九的降遗产税,搞穆兵制已经最大恶极,蔡英文政府到现在没有积极改善,是因为马英九跟你们台独贵族同一国,都是有钱人吗?穆兵制就是台湾有钱人阶级清洗的阳谋,只有有钱年轻人才有资格谈生涯规划,有致搞台独的更不占第一线防卫台湾 如果这就是台湾文化的真谛,只能说台湾正在复刻高砂义勇队,对原著名的再次殖民非常残暴以外,更是对台湾穷人的大屠杀 图片说明,高砂义勇队,影子wiki,Blackjack2022年3月30日,是华咸阳军舰的秘星,刘良生,2022年3月29日言论刘良生,前一阵